情绪预测透过多种方式影响偏好,决策和行为 1. 情绪预测影响偏好 情绪预测透过帮助人们根据他们期望的未来感受做出决定来影响偏好 如果一个人预测他们在吃某种特定食物后会感到快乐 他们可能更有可能选择该食物胜过其他选择 2. 情绪预测影响决策 情绪预测透过帮助人们根据他们对未来的预期感受做出选择来影响决策 情绪预测在心理学和经济学中都扮演着重要决策 在心理学中,情绪预测用于了解人们如何根据自己的情绪状态做出决策 当他们处于积极情绪状态时,他们更有可能做出安全的决定 而当他们处于消极情绪状态时,更有可能做出安全的决定 在经济学中,情绪预测用于了解人们如何根据情绪状态做出决策 情绪预测可以透过多种方式进行测量和量化 一种方法是使用自我报告问卷 要求个人按比例评估自己的情绪或描述自己的情绪状态 另一种方法是透过使用生理测量 例如心率、皮肤电倒和脸部表情 这些可用于测量情绪唤醒度和效价 另一种方法是透过使用行为测量 例如购买行为可以用来预测未来的情绪状态 情绪预测的限制包括 一、不准确 由于情绪的不可预测性 情绪状态的复杂性 外在因素的影响等多种因素 情绪预测可能会不准确 二、不可靠 情绪预测可能会因为情绪的不可预测性 情绪状态的复杂性 外在因素的影响等多种因素 而变得不可靠 情绪预测可以透过多种方式改善个人 和整个社会的决策和福祉 首先 情绪预测可以透过为个人提供 有关未来情绪状态的资讯 来帮助他们做出更好的决策 例如 如果一个人知道 在做出某个决定后 可能会感到悲伤或焦虑 他们可能会选择避免该决定 或采取措施减轻他们可能经历的负面情绪